大家不要再继续沉迷阿拉伯世界里面全是土豪这件事情上 这个视频给了两类人群一些小建议,尤其是第二个 毕竟我在沙特阿拉伯家庭里面卧底了这么多年 加上之前在卡塔尔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生活经历 还是总结了一些有用的经验的 咱们先科普一下啊 包含了沙特和阿联酋卡塔尔以内的阿拉伯国家一共有22个 那种全民富裕的只占少数 我们以沙特阿拉伯举例 他的国土面积和他的人口已经算是这么多国家里面的大哥了 但在他们国家里面有着巨大的贫富玄虚的差距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给人的印象他就是好呢 人家地里冒着油呀 面积越大油越多 但这些财富都掌握在皇室手里 再加上皇室的形式风格就是能有多高调就有多高调 也是他们的一种外交手段 再加上他们的服饰问题 全国男人都一个配置很难不让人产生误会 媒体上的土豪 组团进行访问的时候也是这一生 所以很多人就先入为主了呀 这一生配置要么王子要么土豪 有时候你去他们农村 你看到那边卖菜的可能也是一身白袍子 去当地的海鲜市场 你会发现进去了以后 很多男人提着他们的白袍子正在卖海鲜 当然啊 真土豪是有的 但不全是 其实从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 你都可以判断他的身价到底是多少 看看他胸前配的什么笔 带的什么手表 穿的什么拖鞋 头巾带的是什么牌子 衣服的面量会不会很皱 头上压头巾的那个黑圈是羊毛的还是尼龙的 平时烤的城乡的年份会不会用城乡精油 家族的聚会多不多 又有人说了 这跟家庭聚会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有一点点关系 像那种大型的家庭聚会 其实是挺烧钱的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也给你们介绍过 不同的家庭聚会 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费用 如果不是阿拉伯本地人的话 很难看出阿拉伯男生的一些断迪 两类人群我提醒一下 一个是做生意的 去阿拉伯国家开公司 是需要当地的人给你做保人的 那么盲目的相信一个人给你做担保的话 你的资金风险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的广大女性 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很多男人甚至会披着一件隐形的白袍 贪婪的享受人设给他带来的便利 利用大部分女人对美好婚姻的向往 在渣男勾勒出的憧憬下 很多人都会百依百顺 甚至清朗相助 这种傻姑娘的故事 咱们身边应该挺多的吧 有些人呢 你给她点一下 她能明白 有些人你拉都拉不住啊 再说一次 一定要找一个三观和 共同进退的人跟你 一起打造未来 如果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 最多也就算个赠品吧 不失望 但是有惊喜多好 好了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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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